或出去人進來 拿高雄花大財這樣的 你看我口號也講得很好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不只引用韓國瑜金句 還學起賣菜狼 拿起蔬果大力行銷 原理賣鳥 幾乎變成是一個 美生菜的故鄉 像我們的蜜藻 去年開始賣出去 陳吉仲 搶先把香蕉抓在手上 和官員們一字排開 拿著鳳梨烏魚子等農芋產品 宣告他們也把貨給賣出去 農委會在東京食品展 賣出7000多萬 加上先前香蕉訂單 平均一年賣1.43億 加起來超過2億 而韓國瑜在馬來西亞 簽下1億1000多萬訂單 再賣4600萬農產 給新加坡超市 總計超過1.56億 農委會在日本東京食品展 獲得一個很大的訂單 為農民漁民找出路 非常高興 農委會搶訂單拼經濟 就連總統蔡英文 也跟風韓市長名言 把貨出去人進來 改成貨出去錢進來 總統用這句話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好 因為現在真的是經濟 真的太疲軟了 台灣現在最需要就是 東西能賣得出去 韓國瑜大器回贊蔡總統 認為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東西賣出去 但先前農委會扯後腿 算高雄訂單都是既有通路 但有貿易商在臉書爆料 其實農委會簽的 三年9000公噸香蕉訂單 也是既有通路 每年3000噸 只不過是正常供貨量 感謝韓市長有幫我們農產品 已經爭取到訂單 你外銷要擴大的時候 你不可能把既有的通路 重來嘛 陳吉仲說外銷要擴大 當然得靠既有通路 為之前酸韓的說法解套 但就如同韓國瑜一直強調 人民不想看政治口水戰 扭轉疲軟經濟 才是最重要 接下來董陽軍 洪經緯 SN教授 台北報導